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我已经就此事做出了原则回应 今天我也注意到了事情的最新进展 这里我要再重申一下 那就是近来发生在香港的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挑战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 威胁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 对于这种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理应予以反对和抵制 而不是支持和纵容 根据我看到的最新的调查数据 97%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在中国市场盈利 74%的中国美国商会成员企业计划进一步扩大在华的投资 如果按照美方某些人的说法 难道这些美国的企业都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吗 就是无论在中国 而在美国 而在其他国家 我想开展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 那就是要相互尊重 当前新疆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 民族团结 社会和谐 美方政客的谎言 欺骗不了世人 只会进一步暴露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我们奉劝他们摘下有色眼镜 摒弃过时的冷战思维 停止利用涉疆问题来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抹黑攻击中国 中方多次就美方动用国家力量 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表明了立场 我要再次强调 美方有关的做法既不光彩也不道德 更是违背了美方一向标榜了市场经济原则 中方敦促美方 停止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和制裁 以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企业 多做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合作 健康稳定发展的事情 而不是相反 华为公司长期在印度开展业务 为印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在中国企业参与印度5G建设这个问题上 我们相信印方将基于本国的利益 做出独立客观的判断和决定 为中国企业投资经营提供公平 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始终认为 叙利亚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 我们注意到 各方普遍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可能引发的后果 表示忧虑 督促土方保持克制 近期土耳其问题政治解决势头上升 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应该共同努力 为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 创造良好条件 避免给叙利亚局势增添新的复杂因素